哈喽大家好,我是居然姐 今天我们一起来勾下这款包包 花纹呢是这样一个麦穗的这样一个形状,非常的好看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也是这个花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里侧 这个包包的容积比较大 可以在里面放入手机,包包,卡包都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包包的密度呢是非常大的 那么放进之后呢也是不会掉落的 额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安装这个磁力扣 把这个地方扣起来 就更加不会掉落东西了 这个包包勾好之后呢 大家可以斜跨着背在身上 也可以手提着 都是非常好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勾下这款包包 好,接下来我们来起针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预留出40厘米这样一段长的线尾 先预留出这样一段线尾 然后这样交叉一下 勾针穿进去 左手把这个长线这一侧搭好 绕出线 拉过来 这是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我们正式起针 第一针把这个线尾在勾针上面这样绕一下 然后呢 勾针勾住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第一针起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起第二针 绕一下 然后呢勾针勾住线 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二针就起好了 接下来第三针 绕一下 然后呢勾住线拉过来 第四针 每一次在勾针上面绕的这个线呢 是我们预留出的那个线尾的部分 按这个方法起针 连续起好14针 每一针都要先这样绕一下 然后呢再这样并针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起好14针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起针的这一部分 它这个这一面呢是变子针 然后这一面呢也是变子针 然后呢我们在穿针的时候呢 就直接穿这个中间的部分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穿中间的部分 穿这个地方 上面也是变子针 下面呢也是变子针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圈的这个针眼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勾第一圈 先把线这样拉过来 勾一个变子针 这个变子针呢我们可以给它勾大一点 新手姐妹呢可以把这一个变子针呢做好标记 好接下来我们需要连续勾13个短针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这线位呢横在上面勾起来就可以了 穿针进去 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个是第一针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从第二针开始呢 我们在勾短针的时候呢 需要先把前一个短针的这个线圈 先挑起来 然后呢我们再穿针眼 从第二针里面穿针进去 拉线过来 把这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二针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每一针呢都和第二针的勾法是一样的 首先需要把前一个短针的这个线圈挑起来 然后呢就从下一针里面穿针 拉线过来 把这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先挑一下 穿针拉线过来 并针 首先我们需要连续勾13个短针 起了14针 那么对应会有14个针眼 那么我们先把前面13针里面勾上13个短针 这一部分呢就是一个针眼对应勾出一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先把这13个短针勾好 没有 成长了 变成长了 你不能打给我 那是没有 我先把这15针 那是小针 一直勾到剩下最后一个针眼的时候停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剩下这一个针眼了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同时勾出四个短针 在这个地方进行加针 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四针 勾短针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先挑起前面这个线圈 然后勾第一针 把第一针形成的这个针眼呢 我们做好标记 接下来勾第二针 挑起前面这个线圈 然后呢 继续勾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好勾好这个第四针之后呢 把第四针这个针眼也做好标记 做标记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后期加针的地方 好勾好这四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后面的这13针对应着勾起来 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出一针的方法 勾上13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对应勾好这13个短针 这种线呢 这种线呢不太容易勾 所以呢勾起来可能会有些许的费劲 那么大家要耐心一点 大家可以一边勾一边勾 勾好13个短针就可以了 好姐妹们看一下勾好这13个短针了 那么就到了我们最开始勾的这一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了 就是让大家做标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我没有做标记 我们在这个地方穿针 再对应勾上四个短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同样的做好标记 接下来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同样的第四针勾好之后呢 也是做好标记 这个地方呢后期用来加针 那么第一圈就勾好了 我们在最开始勾的这个第一个短针的这个地方 穿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引拔针 把线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这个线圈呢不要拉紧 它扣在第一个短针针眼上面 就让它当作第一个短针的针眼就可以了 第一圈完成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一针呢就是我们第二圈的第一针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翻转过来 倒着往回勾 首先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这个地方 先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勾的这个引拔针的这个地方 勾的时候呢我们这根线呢 一定要在这个勾针的这个下方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穿过来之后 把这根线拉过来 在勾针上面这样缠绕一下 勾过去 这个时候呢勾针上面是有三个线圈的 把这三个线圈拉线 并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做标记的这四个短针的这个地方了 这四个短针呢需要加针 每个针眼里面对应勾出两个短针 让这四针变成八针 每一次这个地方都需要加针 那么我们来勾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短针呢 就和刚才的那一针短针呢不一样 和第一圈的也不一样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看着后面挑起第一个短针的这个线圈 然后呢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进去 大家看一下 这一针呢是我们做标记的第一针 这样穿针过来 穿过来之后呢 还要把它下面的这根线对应着穿起来 一同穿过来 然后呢再把线在钩针上面这样缠绕一下 拉过来 然后呢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把这一针也做好标记 接下来还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针 首先先看着后面 挑起它前面这个短针的这个线圈 然后呢再穿针 绕线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来两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个加针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首先挑起上一个短针的这个线圈 然后呢穿过来 一定要注意把下面这根线也穿过来 然后呢勾针绕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一针了 接下来第二针 好第二个加针完成 接下来勾第三个加针 把这个线圈挑起来 一定要看着这个后面 来挑起上一个短针的这个线圈 然后穿针眼 同时把下面这根线穿起来 勾上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加针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把第四个加针勾好 加针呢我们用字母符号V来表示 短针呢用字母符号X来表示 勾上最后一针 好把这一针做好标记 好勾好这四个加针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前面的这13个针眼 对应着勾上13个短针 勾短针的方法呢和前面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是勾着13个短针 加针的地方呢永远是在做标记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那么勾好这13个短针之后呢 再把这四针对应着勾上四个加针 勾好之后呢再把这12个短针对应着勾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圈的勾法 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第二圈勾好 好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第二圈就勾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侧是勾了12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前面最开始勾了一针 所以呢我们这一侧总的来说呢 它也是13个短针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接一下 把这个线放到前面来 还是从后往前穿针 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个短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从后往前穿针 然后呢勾针绕住线 拉过来 然后带到后面线圈 不要拉紧 它作为一个针眼扣在第一针上面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翻转支片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先勾13个短针 先勾13个短针 引拔针所形成的那个针眼 是作为第一针的地方 那么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第三圈的勾法 我们先勾第一个短针 直接穿针 连同下面这个线圈 一同穿起来 之后每一次穿针的时候 不仅要穿针眼 还要穿下面这根线 同时穿过来 把线拉过来 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调起第一个短针的 这个线圈 然后穿到第二个针眼的位置 注意连同下面这根线 这样一同穿过来 然后呢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并针 然后调这根线 穿针 拉线过来 并针 那么勾到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但凡这个单数圈 比如说这个第一圈 第三圈 包括以后的第五圈 第七圈 在穿针的时候 我们都是看着前面 挑起上一个短针的 这个线圈 然后从前往后这样穿针 那么双数行呢 我们都是从后面挑针 然后从后往前那样穿针 大家可以把这个规律记一下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圈 从前面挑针 然后呢 从前往后穿针 我们先把这个13个短针 勾好 大家看一下 中间的这13个短针 就这样勾好了 中间这13个短针的个数呢 永远是不发生变化的 那么唯一变化的是 我们加针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第三圈加针呢 这个地方我们是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这样重复勾四次 我们来看一下 勾短针的方法 还是一样的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对应着勾上两个短针 再勾上一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四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勾第二次 在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勾第三次 第五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六针里面勾上两针 好 接下来勾第四次 第七针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第八针里面勾上两针 这个地方的加针就完成了 加针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了十二个短针 把最后一针同样做好标记 下一圈加针呢 还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呢 勾好这个加针之后 再把这一侧的十三个短针勾好 勾好之后 这个地方加针 也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 重复勾四次 和另外一侧是一样的 大家跟着我 把这个第三圈勾好 接下来